近几年,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改变了 有些人居家工作之余 更腾出多余的时间在家里追剧 此时,韩剧在全球越加引发观看热潮 除了追捧剧中引人入身的情节之外 也激发起观众对韩国饮食文化的兴趣 其实早在十年前 韩剧《大长津》的热播 也曾在亚洲掀起韩餐热潮 而这股热潮在疫情之后也随之俱增 一个国家的饮食文化 承载着国家和民族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韩国的饮食文化也不例外 蕴藏着数千年年年不断的许多故事 它包含由祖先们代代相传的生活 以及人生哲理 所以想世界发掘世界美好珍贵文化 今天我要去追寻韩国人之料理之根本 那就是酱油 坐落在四中市云柱三角下的空心葫芦一城 是传统匠类和文化融合的地方 是为了让旅客们能够享受闲暇时光而打造的传统酱类主题公园 在韩国饮食文化中 酱的地位至关重要 酱油是一种用发酵大豆制成的调味料 是韩国饮食最基本的必用调味料 曾在四百多年前 在当年兵荒马乱的年代 遭到敌军包围的朝鲜士兵 靠着加水的酱油和谷物熬成的粥 坚持了一个月 因此酱油成为填饱百姓肚子的国家基本食粮 空心葫芦一城 建在一座美丽的山头里面 落叶之秋 成名静然 景色很似迷人 走入这个自然人文景点 触目皆是整齐化一的酱油缸 当地称之为酱油台 装有数百口酱缸的大庭院 一缸接一缸 有次序的延伸出去 是一片壮观景象 巨大的空心葫芦酱缸台 大的令人眼花缭乱 只可惜这一年当中 它是一般人不能随意出入的空间 所以我只能居高临下 俯瞰整个酱缸台 韩国人嘴边常说的一句话 酱料做的好与坏 光复到家韵清酸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酱的好坏 不仅涉及到全部饮食的味道 而且是在一年中制作的酱味道和颜色 如果都在上好的品质的话 那这一年当中 全家人就会心情愉快 身体健康 也会得到周遭人伦的好评 从这句话里听起来 韩国人特别重视酱的制作 原本这里的主题公园被有公开课 让游客可以体验制作传统韩国酱油 不过这一年暂时停止 所以想要了解更多传统酱油的制作过程 唯有在博物馆里 用眼睛去解码 这座带有韩屋传统建筑风格的房子 是内敛优雅 而又优静的典型韩式传统房屋群 它就是有助于游客正确了解地区文化和传统酱类的博物馆 博物馆有两个展示 能够了解酱的制作过程 酱的材料 以及传统酱类历史的相关补书 韩国人制作酱料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 后面资料显示 他们选择每年的十月份量成极乐 来制作韩国的酱料 传统酱类主题公园 犹如家乡古树般情意浓浓 让游览在这里的我感受到浓浓的香情 并铭记于心 也怀着深深的激动离开 这次的空心葫芦一城的游历 了解到了传统酱类体验 并非仅仅是浓郁风味 而是百年的传统工艺量造出来的 这也是韩国人对生命和生活的 一种坚持的态度以及执着